就是先Python先OK了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怎么样 建了一个专案 然后呢再到Templates里面 Templates里面 建了一个View 所以基本上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Run一下OK 然后再到这边建专案 然后再建Templates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呢 再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什么 再把Views写好 程式要写好之后 再对应到它的UIL OK 所以待会的话就这个跟这个 这两个OK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输入成绩 然后呢可以把结果秀出来 结果的话就是三个东西 几位学生 不过这几位学生 看要不要留了 另外的话总分多少 它的平均成绩多少 其实可以把这个程式呢 直接转移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UIL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其实这边 第一个我要怎么样 转换到那个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是说 我已经有个View了 没有 刚才有一个Template 我要把它打开来哦 打开还记得吧 怎么样把它打开呢 第一个我要先建一个什么 DF 也许有那个DF的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什么 叫那个Skofone好了 也许我要把它打开 应该还记得吧 Skofone然后呢 Request 里面的话我用什么 Random 有没有 去把它打开啦 不过这前面有写过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云端上其实也有可以参考的 那首先的话第一段程式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前面有写过啦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 好啊里面的话就是呢 Skofone 这个Skofone的这个View 主要的作用什么 就是帮我把它这个样板把它打开哦 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帮我启动起来就好了 OK 特别注意哦 因为之前有同学习惯像PHP直接怎么打那个网址 打那个档案的名称 不行 他们不接受用档案的方式去存取哦 像我们有时候什么 直接在网址后面打什么 Skofone.htm 不行 他不能用这种方式哦 他一定要一个UIL 才能够存取到这个 那UIL呢 触发之后呢 会再转到哪一个View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这个做完第一步哦 我如果要把那个View打 这个这个 样板打开的话 第一个View 要Rindon 有没有 一样把这个Request把它转移 因为后面我们不要传参数啦 如果你需要传参数 你后面豆点就叫Locals 还印象吧 小瓜虎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是要把 这个网页打开 OK 那很麻烦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还是需要遵循它的那个流程 那UIL里面的话呢 就是再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呢 这边加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的话呢 就是什么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修改一下 那我那个网址的话哦 特别注意哦 我也叫什么呢 叫Skofone好了 也许名称都叫Skofone 不过其实意义不一样哦 这个是网址上面的Skofone 那我在这边的话呢 那你可以直接贴上了 不过它会有个问题哦 这边的话哦 原来是没有这一行哦 如果说呢 你要记得Import哦 所以第一次我建议哦 你可能要用打的 Skofone 转换到哪一个View呢 转换到我们里面的 刚刚写的这个Skofone OK 那这边的话呢 找到一个 我刚刚的App里面有个Views 就这一个 点两下 它会自动帮我Import啦 当然你这边上面 也可以自己写啦 不过我的习惯是 让它Import比较保险 为什么 因为它自己帮你贿赂 程式绝对不会打错 但你有自己打的话 很容易打错 OK 先没有讲过啦 把它Save之后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执行这个专案之后 并且呢 输入那个什么呢 输入 OK 这边把它Run起来 Run起来之后的话呢 并且输入那个Skofone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看到的结果 Skofone Enter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成绩了 可以输入 但是目前啦 假设你现在输入 程式绝对按送出 你会发现哦 因为我是丢给谁呢 这个表单里面呢 基本上是丢给这个Action Skof的View 但是目前的这个View存在吗 不存在 所以它会出现什么 Page 拿着放 有没有 OK 那为什么它Page 拿着放呢 主要是因为 而且它告诉你 它还蛮贴心的 它说你这里面哦 没有一个叫Skof的一个 什么连结 所以呢 我要丢给它 它找不到哦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你要接着 第二个就是 你要再建一个 那个Skof 去接哦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个Jungle里面的Views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接收表单里面的这个Skof把它写出来 那写特别重要一样嘛 打一个DF DF里面的话呢 当然就是名称也许空一格Skof 其实你也可以拿这个来参考啦 只是说名称哦 这边把它改一下 那里面的话当然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什么 拿那个输入成绩这部分来改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们之前是写一个回圈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不过现在的话呢 就不是跑一个回圈 而是直接从什么 从那个ABC 画面上的三个 这个三个资料而来的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设啦 我要把这个东西 Ctrl C 再把它Ctrl V贴到这边的话 其实是OK的 只是说我觉得 比较按Tab一下 这里可能你要学习 怎么去做修改哦 哪些地方要修改呢 当然第一个啦 你的那个 画回圈可能要拿掉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从那个 前面丢过来哦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接收了嘛 对哦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试试看 把它改一下 哪个地方要改哦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这个建好之后 一样到UIL里面要做什么 再建一个view 有一个views 就要对应一个什么 UIL 所以这个UIL 它的views名称叫Score 所以呢也许我们这边把它改一下 我习惯哦 第一次要Import啦 第二次就不用Import 第二次就直接把这个豆点 把它怎么样 复制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也是Import它 它一样会找到什么 views里面的这一个 所以没有问题把它Save 只是说呢 我们views里面这个部分 如何做修改 它丢给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丢给你 对不对 你要怎么去接 当然因为它用get啦 所以我们用request get的方法 去接ABC里面的值 接到之后呢 怎么样修改程式 请各位试着把这个部分先做做看 画面先换给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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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